2020年澳洲新财年报税季来临 由于新冠疫情爆发 很多人只能在家办公 再加上政府对疫情的经济帮扶措施 使得今年的报税申请和往年有很大的不同 这条视频将为你解答疫情特殊年度下的退税新规定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了这个0.8澳币一小时 去申报你这个在家工作的费用 你就不能去再额外抵扣其他的电话会网费之类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如果还是继续用去年那个0.52澳币的 在家工作的抵扣费用的话 你还可以去额外的再抵扣你的电话费和网费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旧的方法要求你家里有一个指定的区域用来办公 但是新的方法没有这个要求 这是大概就是主要的区别 实业的话如果你没有收入那肯定不存在交税 没有收入就不用交税 这是肯定的 所以说你的税收首先最基本的一点还是跟你的收入挂钩的 如果你的收入减少 那如果你还是在固定的拿工资 只不过比之前的金额要少 那么你将你交的税也会更少 所以你每次收到的工资都是一个扣税后的金额 你的雇主已经帮你扣过税了 所以说你收入少了 可能他帮你扣掉的税就少 所以说这个影响倒不是很大的 Drop Keep和Drop Seeker 这些收入都是需要交税 这些都不是免税的收入 Drop Keep其实本质上和你的工资没有区别 Drop Keep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工资 你的公司给你发最少750块钱一周 他们也不会是直接把750块钱全部发给你 它也是抵扣了税之后 把剩余剩余的发给你 所以你拿到手的也是一个税后的 你投资的物业租金的减少 这个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也是要看你银行的利息的情况 因为可能你也向银行申请不再付利息给银行 所以说你的相应的费用也会减少 但是如果你还是依旧在付利息 那么你的租金减少 那你这个物业的最后的盈利情况肯定是比去年要少的 那么你相应你可能会得到退回更多的税 疫情期间 在零售餐饮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 他们需要购买口罩和消毒液等防护用品在工作中使用 而这笔开销申报抵税的前提是 必须用自己的钱购买 如果雇主已经为你报销这笔费用 则不能申请抵税 首先最普遍的一项就是工资收入 就是整听的 大部分人就是每天上班 所以他们首先会有工资收入 其次一个比较主要的就是利息收入 就如果他们比如在银行有定期的存款 或者是在银行有saving的账户 他们会有利息的收入 这一部分也是银行 各大银行会直接把每个账户的利息收入报给税务局 所以说你在你退学的时候 应该可以直接看到你每个账户 去年收到多少利息 这是第二个主要的收入 第三个如果有 有大税人会去投资 比如说他们投资股票 比如他们那他们就会有 从股票市场有收入 他们会有鼓励 会有分红 从股票的市场 这也是一项收入 如果他们有投资房地产 那肯定他们会有租金的收入 他们如果有自己的 自己的business 就是他们不是去上班 他们有自己的ABN 他们有自己的自己的业务 他们会有自己的 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business的收入 这也是一个主要的一项 Uber这种ATO会要求你 只要你去开Uber 你一定会有一个ABN 也就是说Airbnb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有这些收入的话 那你就算在你的business的收入里面 算在你个人ABN名下的收入 如果你收到了钱 那应该一般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如果你时间超过两周还没有收到 那可能首先一个原因是 你可能你提供的银行账户不对 你可能需要去看一下 你提供的银行账户 是不是正确的 或者是一般来说 如果他们会有会有疑问 对你报的这个申报的税 有疑问的话 他们会联系你 但是如果你只要你收到了 你的税款的话 费回来的钱的话 一般是没有 他们一般就代表 他们没有什么疑问 我推荐使用吧 因为这个软件的目的 可能就是让你去 你记录一下你平时的那些费用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 如果有什么可以退的话 你有一个记录 第一点就是 首先你如果去申报一个费用 那么这个费用 一定是你自己自己付的 如果是你公司帮你付了 或者是你公司给你报销了 那你这个费用你是不能去申报的 第二点就是你申报的每一笔费用都一定是要跟你的收入有直接关系的 如果你花的一笔钱 确实确实花了这笔钱 你要去保留 不管你的发票或者你的收据 澳洲政府在去年通过了一项中等收入个人所得税抵减法案 这意味着在今年财年退税季中 中低收入者的最高减税金额 从原来的530澳币一年增加到1080澳币 这意味着收入介于37001至126000之间的纳税人 又可以减免很多税钱了 而且这笔减免的税金无需自己申请 报税过程中会自动计算判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